Hello 各位同學 又是我 DSC 數學聯盟 來到 2021 年 JUPAS 排位攻略的系列 今天第一集會為大家簡介一下 JUPAS 運作原理 入大學的基本要求 今年如果你是報了應屆 JUPAS 的同學 有什麼重要日子要記錄 老實說這段影片最主要當然是想給應屆 DSC 的同學看 但我更加想拍一段影片讓家長看完之後 可以對JUPAS 初步了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如果你是應屆 JUPAS 的同學 其實你沒什麼可能不知道 JUPAS 是什麼 因為你去年12月的時候 你已經參加了初選 當時你已經初步入了 JUPAS 帳戶 然後放了20個選票 無論那20個選票是否認真放 至少你已經有玩過JUPAS 這個系統 所以到這個時候沒有可能是寧認知 所以這段影片我除了給同學看之外 更加想給一些家長看回 因為我知道很多家長很關心自己子女入大學的情況 但是我每年放網之後收到很多家長的電話 就是可能他們很想幫自己子女 或者跟自己子女去聊聊 但是他們家長因為以前那個年代 未有JUPAS 這件事 所以他們是不知道JUPAS是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是想關心子女 想了解更多入大學的情況 但是又不知道JUPAS是什麼 變成會有種無力感 即是想幫忙 但又不知道怎樣幫忙 所以我特意想拍一段影片 簡介一下JUPAS 除了給應界DSE的同學看之外 是更加想給家長看的 因為等家長可以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至少知道JUPAS是怎樣玩 入大學的一些基本要求等等 如果你是同學生的話 這段影片裏面有部份內容 其實你已經知道了 所以你看完這集之後 真的可以幫到你 就由第二集開始再追 事不宜遲 我們立刻開始JUPAS簡介 JUPAS排位攻略的第一集 首先也說一下 其實什麼是JUPAS呢? JUPAS其實如果你是家長 在看這段影片的話 我舉個例子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有一個職業叫做婚姻中介 現在就少一些 因為現在市面上很多的交友app 以前有一個職業叫做婚姻中介 婚姻中介是給一些 可能顧著上班 上學 不會上學 以前上班 或者生活很忙的人士 他們就沒有時間去識異性 或者工作環境是沒有一個對的對象 於是那些人就會選擇 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交給婚姻中介 順便跟婚姻中介說 要求是怎樣 然後婚姻中介收集了這些人的資料 之後 他們就會做一個配對的角色 他們就會自己將一些 適合要求 適合背景的人士 因此 這就為之婚姻中介 其實Jupas是有點像婚姻中介 因為Jupas其實是一個配對系統 如果你是DSE的同學 可能因為你年輕 你不太熟悉 應該有一個行業 叫婚姻中介 我猜都是直揚行業 可能你們不太知道 我舉另一個例子 其實Jupas是一個配對系統 其實就有點像你們是打遊戲 如果你打的那些優惠 電腦會自己配對一個等級 和你差不多的對手 讓你去打 其實Jupas就有點像這個配對系統 說到尾就是因為 我們去報大學的時候 你知全港幾萬人去考DSE 7月就放榜 8月你就要出結果 即是知道能不能入到大學 所以其實時間只有一個短短 一個多月 如果由你放榜 知道成績開始 你去報大學 但你是親身去報 我不管你是寄信也好 親身也好 Email也好 你是親身逐間大學 逐個學系去報 所以你會提交很多份申請 而大學又會接收到很多份申請 而將這個步驟成為四、五萬次 因為每屆都有四、五萬人考DSE 所以在7月至8月 考完DSE放榜 至Jupas放榜 這個月中 大學就要處理很多萬份申請 這是一個很廢時失事的過程 所以有見及此 如果我們考完DSE成績 我們自己直接去報那間大學 直接跟大學提出申請 其實這個過程是需要很多時間 很長的考慮時間 有見及此 我們發明了Jupas這個系統 Jupas這個系統 類似中介的角色 它是負責配對的 每年你考完DSE之後 你會直接得到DSE成績 然後它就會跟每間大學的修身線 自動作出配對 這個時候就是 看看你想進入什麼program 當然你要排好Jupas 你排好Jupas 告訴它你想進入什麼學系 然後Jupas會根據你的成績 自動和你想進入學系 去做一個配對 看看你的成績 能否通過那些學系的修身線 如果通過的話 它就會盡量安排一個靠前的志願 靠前的學系去安排你去進入 所以Jupas其實有一點像中介 或者配對系統 就是這樣 其實最主要就是想 整個大學申請的過程 來得比較有效率 所以做了一個中介系統 自動收集了 應屆DSE同學的成績 然後自動和每間大學的學系 來做配對 這個就是Jupas 先說一說 如果你說我知道Jupas是什麼 但我當然想進入大學 那我要達到什麼要求才可以進入大學呢? 我們是一個所謂的最低修身要求 或者是一個叫基本入學要求 現在絕大部分的大學或者一些軟校 是通常行332233 或者332222 你要視乎你想進入哪間大學 3322 即是頭四個數字 就代表著你那四個core 也就是說 你如果想進入大學的話 你的中英文是必須達到最少第三級 然後你的數學和通識 必須達到最少第二級 頭四個數字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3322 然後如果有些大學正在行332233 即是說 你還有兩科選修科 你的兩個Elective 最起碼都要得到Level3 才能夠到大學的基本入學要求 才會考慮你的申請 而如果那間大學的基本入學要求是33222的話 也就是說你的Elective選修科便得到2 然後是其中一科 因為頭四個數字是core 如果33222的話 即是說你只需要有1科選修科 達到2 那就可以讓你過到基本入學要求 便可以開始考慮你的申請 當然 這是一個大學的基本入學要求 要視乎你是申請哪間院校 我不逐一去詳細說 因為基本上都一定會找到 就是你只要登入 也不用登入了 你去到Jubus的網頁 基本上你的首頁就會看到這樣的版面 然後你想看哪間大學的入學要求 你就在那間大學的Logo 按進去 然後第一版就會有那間大學的基本入學要求 所以是可以很方便和學生去看 當然這個是Jubus以內的院校 就在行這兩套 你可以看回 但Jubus以外是一些自知的院校 或者是一些阿蘇和負學士 那樣的要求是可以和這個不同 同學要視乎你報什麼課程 而去看基本入學要求 就是這樣 所以也要檢查332233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你是讀六科 才有機會達到332233 如果你是讀五科 基本上就是基本入學要求 只能放一些33 然後3條2的課程去讀 還有要強調一件事 就是這個基本入學要求 其實真的是基本來的 對 就是基本來的 因為如果你說 我達到了332233 那我是否代表著 我是有機會入到那間大學呢 是的 你是有機會的 但如果你是剛剛好達到這個要求 通常在一個增多觸小的情況之下 未必能夠爭得贏 通常你的分數都是要高於這個 僅僅的33233 或者33222 要高過去才有機會入到 才有機會爭得贏 如果是剛剛達到基本要求 通常都是在一個競爭的環境之下 是未必爭得贏的 當然啦 你說要高到多少分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入到我想入的東西呢 幾個因素 第一要視乎你是在佈什麼 HOLD GAM 第二要視乎科目比重 第三要視乎面試表現 各樣各樣的 這些在往後的第2,3,4,5,6,7集 就會再詳細和大家討論一下 每間大學的修分的比重 每間大學的修分的趨勢是怎樣 再和大家去分析 但暫時就知道這件事先 就是一個基本的入學要求 OK 好 繼續 Juil Plus 裏面有個叫做Bending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如果排過Juil Plus 你都會知道 你是會交20個Choice給它 我們會將這20個Choice 斬開做幾份 1-3個Choice叫做Bend A 4-6個Choice叫做Bend B 如此類推 其實Juil Plus在做什麼呢 就是它會收集了你這20個Choice之後 再視乎你的成績 由你的A1,A2,A3,B1,B2,B3 如此類推順著 看看你的成績是能夠過到哪個Program的修身線 然後它會將你排到最初 而又過到修身線的Program 安排給你的 作為你的Offer 那你就決定讀不讀那個Program 所以就是這個Bend A,B,B,C,D,D,E 其實是一個順序就是 你最想入什麼就放Bend A 然後沒有那麼想入就放Bend B 如此類推 其實也是很理論性的 因為根據往年經驗 其實你排到Bend B打後 即C,D,E那些 入到的機會基本上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 不是說沒有 我聽過的 有些可能去到Bend C,Bend D 甚至Bend E 我都聽過 但絕大部分入到大學的同學 通常都是Bend A,B 所以你的頭六個選擇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通常你入到大學 就是頭六個選擇去決定 即排得太後 因為很多時候的Program已經收敷了 即他未必去到Bend C 都還有位置給你 所以通常都是頭六個位置最至關重要 當然頭六個位置怎樣排 當然也是有策略 例如你A1,A2,A3 通常你問哪個老師也是 他會教你Bend A1 是要排得進取一點 因為萬一就算拚不到也好 A2,A3還可以用來防守 其實這樣的邏輯是沒有錯的 當然不可以這樣一概而論 因為這樣是一個很基本的說法 到時候 排Drupus的選擇 要再詳細些去計算很多東西 包括就是科目的比重 包括就是那科目的比重 包括就是那科目多不多人爭 這些都是一些因素 比如說那個科目是否算是M1M2 這些都是一些考慮的因素 所以這是一個很籠統的說法 通常A1就是用來進取一點 用來搏一些你最想入的東西 但你的分數又未必去到他的修身線 那麼欠多少分我為之叫做搏得過呢 我先去上一頁 按多了 那麼欠多少分就為之搏得過呢 欠多少分被他拋離 多少分就為之搏不過呢 其實都是有一些計算的東西在裏面 這裏之後會再在往後的集數再和大家說一下 大家暫時知道了就是有分Bending 而最重要就是Bend A、B兩個Bending 而Bend A、B和這兩個Bending去分 當然就是Bend A會更加重要於Bend B 通常來說Bend A1就是用來進取一點的 Bend A2、A3就是用來防守下的 即是放一些很穩陣的 即是以你的分數無論如何都會進取 那些program就放在A2、A3裏面 通常一般來說的策略都會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些重要日子是需要各位同學去記錄 都應該關閉絕大部份的同學士 一定要記錄的重要日期 首先就是在6月23日 你們每個同學都會安排一個各自不同的個人時段 這個個人時段是什麼呢? 是這樣的 首先就是在你DSC放了榜之後 其實你知道自己的成績 你是可以更改你的Juplus的選擇 即是你可以更改你的Choice 但是怎麼改變呢? 它不是無限制地改的 即是它有很多的限制 包括就是你最多只可以delete5個 然後加5個的新的選擇 其次就是你不是在放了榜之後 它是無限時給你提交你的改Choice 不是 放了榜之後 其實你可以 例如按照時間線 你7月21日放榜 當日你就會知道自己DSC的成績 然後在第二天開始 為期三天的 就是22至24 這三天 你可以在Juplus系統裡 不斷地更改Juplus的選擇 即是可以洗亂一下次序 即是把第三的調上第一 把第五的調到第七 隨便吧 總之就可以無限次去洗亂你的次序 也可以刪除一些舊的東西 換一些新的科目進去 但限制你最多減5個加5個 在這段時間裡 基本上在系統裡 你可以任意無限次去做任何的改動 但是 但是 記住 你申請的機會只有一次 即是 首先舉個例子 例如我放榜 21日 我知道了自己的成績 然後 我22至24 那三天 其實我有空無事 可以進入去 改一下次序 然後 再刪除一些舊的 program 換一些新的 program 但限制5個 但是 你只可以提交一次 即是說 你撿到排位最帥 你覺得最滿意 最大機會讓你入到U 然後按提交 你提交了之後 就不能再改 所以 那三天裡 你可以作出無限次的改動 但你提交的次數只有一次 所以一定要考慮好 考慮好 你先按Submit 那顆按鈕 否則是明年見 即是一按錯 就立即明年見 那一下 很大壓力 但是 只可以交一次 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 講到這裡的個人時段 究竟是什麼 即是 呼應一下 剛才一開始 6月23日 你就可以在Jupas的帳戶 發出你的個人時段 個人時段 又是什麼 個人時段 其實就是 會在7月22日至24日裡 其中的24小時 沒有記錯 好像是24小時 不知12還是24 總之有一段時間 within這三天裡 你只可以在個人時段裡 提交你的Jupas Choice 即是說 我21日 我知道自己的成績 我就在這裡改了 改了很多次 改到最帥 但你未必可以交 要視乎你的個人時段 是什麼時候 是22、23、24 哪一天的幾點開始 去到哪一天的幾點 他會告訴你 通常是24小時之內 即是說 假如 我舉個例子 我的個人時段 可能是7月23日的3點 去到7月24日的3點 這24小時 在22日 即使我可以改幾多個改動 或洗亂自己的Jupas 排位 我是不能交的 我是不能提交的 我是要等到我的個人時段 屬於我的24小時 開始了 我才可以在個人時段裡 提交我的最終排位 所以記得要記錄下你的個人時段 因為一失去就不能提交了 即是不能提交了 所以不要問你身邊的同學 因為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的個人時段 因為每個人時段是不同的 你的同學可能是22日的2點到23日的2點 而你的個人時段可能是22日的5點到23日的5點 所以每個人的個人時段都不同 這是不能問同學的 一定要自己記錄下 我個人建議幾樣重點 即是根據往年排Jupas的經驗 第一就是不要等到個人時段快結束 你想想清楚一點 當然是想清楚一點 這個決定會影響我一生 我等到個人時段 臨完結前半個小時我才交 好嗎 我覺得最好不好 因為想清楚沒錯 真的重要 但始終你知道電腦的東西 即是科技的東西 我們懂得調節嗎 就是這樣 有時可能不知道 即是突然間的伺服器 突然間輕了 雖然是他的問題 我想他應該會補回時間給你的 但儘量避免 又或者可能電腦突然畫手機 做不到 或者可能突然上網斷了 不要太問 想清楚是對的 但也可能預算一兩個小時 例如你是22日5點到23日5點 我可能最遲 我23日的3點或者3點半 我就要交 因為不要太問 怕太問 突然間電腦一斷線 那就麻煩了 還有記得那天預留時間 不要外出 即是那天真的留回家 在家裡 用完那24小時 去部署你的Ju Plus 怎樣排 那24小時內 你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可以根據你的成績 即是看回每間大學的收分 每間大學的科目的比重去改 又或者可以多問老師 家人 家長的意見 用完那24小時 在Schedule裡面 按下不要約朋友 不要約朋友玩 排完Ju Plus 之後還有半個月時間 讓你去玩 留在家裡 全日留在家裡 再想清楚Ju Plus 排位 排好之後 即是交了 終於申請了限時的改選 然後8月12日 就是Ju Plus 放榜 8月12日 你就會知道 最後你能否入到大學 有沒有offer 希望各位同學 都可以金榜提名 等你們好消息 8月12日 是Ju Plus 放榜 他會告訴你 你能否入到大學 如果能入到大學 你會入到哪個大學 哪一科 你是有權決定 讀不讀 如果你是決定讀 你在8月13日 下午5點之前 就要去交流位費 你先留住位置 所以記得要預備現金去交 預備好多少 到時你收到email 他會說明要交多少 我有印象好像是幾千元 但不知道近年有沒有加價 所以12日那天 你收到offer 當然你可以決定讀不讀 但如果你決定讀 記得要準備一定的現金 然後馬上交 因為我不知道他交錢的方法有哪幾種 不一定現金 我剛才說了現金 總之預備另一筆錢 即是幾千元左右 8月13日就要去交流位費 如果你想讀 但還有另一件事 當然 就是因為DSC放榜 我們先跳回7月21日 7月21日 DSC放榜 但成績不是每個人都會滿意 可能有些同學會覺得 我明明有把握 我記得我考得好 有信心發揮得好 為何會給我一個2 為何會不合格 所以在DSC放榜 那天之後 其實有些同學會選擇 做一件事 叫做Apple 即是複核的成績 即是要求考評局 找一些新的Market 去重新改變 那份卷 Apple的結果 何時知道呢? 就是8月18日的時候知道 8月18日的時候知道 當你知道了Apple的結果之後 那你如果有升到Grade的話 是說大Grade 如果你是有升到Grade的話 譬如你有一科本身是拿3 Apple之後 考評局現在給了一個4 你的分數是有提升到的話 你是會得到一個機會 再次玩多一次Drupal 就是8月19日那裡 你是有一個重新考慮Drupal的機會 你可以再排多一次 但當然 如果你說我Apple了 但沒有升到Grade的話 他就不會給你這個機會 最後就是最後最後 你見到很近9月1日開學 就是8月26日那天 如果有些同學Apple升了Grade 這樣他會有第二次放榜 第二次的Drupal放榜 8月26日就會知道 那些Apple成功了的同學 究竟最後能進入大學的哪一科 8月26日就會公佈 所以整個時間線是有很多很多的日子 各位同學是要記錄的 其實還有很多日子是不同的事情發生的 我只不過是選了一些最重要的日子 應該大部分同學都要留意的日子 選出來跟大家說 還有其他日子包括校長推薦計劃 可能是雙殘人士的排位的結果 各樣各樣各樣 那我就沒有在這裏列出來的 如果詳細同學想看完整的 即是在6、7、8這三個月內 即是詳細有些什麼重要的日子 要知道的話 可以在Drupal官網的重要日程裡面 去詳細看看 我只選了最重要的幾天 即是放榜的幾天 以及個人時段的幾天 以及順便解釋什麼是個人時段 這裡還有其他日子 可以在Drupal官網看 還有Drupal當然會有一個 保留更改這些日子的權利 所以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是5月27日 更新到5月27日 應屆Drupal的同學記得要時刻去更新 即是看清楚Drupal的排位 即是或者Drupal官網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更新的資訊 就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很大的變動 突然間有些重要更新的 我再拍片上來和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第一集Drupal的簡介 就到此為止 之後就會開始和大家說說各樣的事情 例如說收分 例如說科目的比重 例如說interview 都會和大家詳細討論 所以如果覺得這段影片 可以幫助各位同學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讚好 留言和我說聲 以及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第二集再見 拜拜